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用粤语演唱 周深用日语演唱 两个人的音色完美的融合 唱功优势也相互映衬 网友们表示简直太好听了 声音清澈的周深非常适合唱 治愈系的日语歌曲 而这也不是周深第一次登台现唱日语歌了 早在2019年哔哩哔哩晚会之上 他就唱了恭喜俊电眼天一千寻的主题曲 永远同在 周深的歌声就像是被天神吻过一样的清澈 干净 听者如目穿风 仿佛在告诉示意者永远都不要绝望 他唱温柔的歌居多 声音却是可供可受可言可甜的 化身孤岛的精柔和空灵 让人陷入到无尽的蓝色海洋的遐响 和黄灵同台合唱嗨歌的时候 是高涨的台风 然后非常的酷炫的 虽然是小小的个子气场了 却一点也没有输给转音歌姬黄灵 美声专艳他声音红亮 舞台表现也不错 演唱的时候还带着歌曲的意境 但周深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男孩 被人误以为是女生的时候也不会生气 只红着脸那些的解释 这样的性格赢得了很多路人的好感 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很多 其中有特色人气很高的 也不能够保证一直红下去 大多数都是台花一线 像张磊啊 梁博啊 蒋敦豪啊 都是蓝台走出来的冠军选手 目前的发展状态也不是很可观 除了每一年的一次帮唱呢 其余的时间很少会看到他们 周深虽然不是冠军 但属于路人员很好的一位 辞任不放他的一首歌星就很容易静下来 感觉很舒服 受人喜欢就需要多些歌迷间的互动嘛 他的互动方式既可爱又傲娇 悄然害羞 偷偷努力 他是一个视频平台的网络博主 更新的视频内容呢也很接地气 粉丝呢也爱打趣他 感觉是个没啥距离感的歌手 由于他更新视频的速度比较慢 粉丝还调感他是年更博主 这次在参加B站综艺的时候就有被提到了 周深今天表示会更新快点 大家都知道周深的歌曲的风格属于是治愈性 在当下压力人群居多的 社会里很需要温暖的歌来疗愈解压 其实在2017年之前听过他歌的人还不算很多 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之后 大家对电影的宣传曲《大鱼》有了初步印象 但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个男歌手唱的 因为音色实在是太美太细腻了 女歌手都很难唱成这样 后来2017年中国新歌声第二届的舞台之上 周深作为帮唱嘉宾和郭信合唱大鱼 经验了导师和观众们 当晚就登地热搜了 周深这台正式地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里 大鱼这首歌呢真的是他的成名曲了 虽然21岁选秀时候唱的是欢颜 但是大鱼真的是唱进了大家心里 这些年周深唱了许多影视歌曲 也翻唱过《左手指月》这类高难度的歌 经过他声道的歌呢 就像是完成了净化一般的纯净 现在呢他一边在创作新歌 一边当着UP主 就像是个普通人一样 在镜头的另一边分享他的生活 这就是周深空灵音色的代表 听他的歌感觉被治愈了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